每天必吃的25道花样美食 好吃到转圈圈 第一道 注意看马上快要过年了 是不是还在为年夜饭做什么菜发愁 今天分享给你一个菠萝菇老肉的做法 酸甜适中 大小孩都喜欢吃 先将菠萝和里脊肉都切成小块 碗中加盐胡椒粉料酒一个母鸡蛋 用我的右手抓拌均匀 加一勺淀粉 抓拌至不粘手即可 六成油纹下锅炸 炸至八面金黄捞出 碗里放番茄酱 陈醋 白糖 生抽 适量清水 这个万能糖醋汁就调好了 建议收藏起来 油热倒入糖醋汁 开大火熬至浓稠起泡 倒入菠萝里脊肉 少许青红椒配色 翻炒至断生即可 酸甜可口 还有菠萝的清香 你要是学会了这道菜 在年夜饭餐桌上又可以露一手了 第二道 马上要过年了 年夜饭餐桌上不能都是大鱼大肉 你就像我这样做一道小凉菜吧 酸辣脆好吃还解腻 水开倒入木耳烫30秒 放一勺食用油 再下菠菜焯烫29秒 捞出过一下凉水 这是菠菜翠绿不发黄的关键 碗中放蒜末芝麻干辣椒 淋上热油抢香入味 加盐白糖生抽陈醋适量的香油 这个万能的凉拌料汁 拌任何凉菜都好吃 建议收藏起来 倒入碗中抓拌均匀 这样做的菠菜木耳清脆爽口 笔肉还好吃 第三道 看把面糊倒入花菜中 出锅就是一道大小孩爱吃的美食 又酥又脆 笔肉还好吃 首先把花菜剪成小块 加一勺盐 一碗我家的自来水浸泡 清洗掉里面的杂质 碗中打两个母鸡蛋 生粉 面粉 葱花盐 鸡精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 再放点食用油 把面糊倒入花菜里 让花菜均匀地裹上面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酥酥脆脆 笔肉还好吃 赶紧给你的家人安排上吧 第四道 注意看 过年的餐桌上少不了这道红烧肉 软篮入味 肥而不腻 寓意红红火火 开开惺惺过大年 首先把五花肉切成小块 清水中加入一勺盐 搅匀化开 放入五花肉浸泡十分钟 这样能有效地去除杂质和血水 而且口感会变得更软 空锅下五花肉 开小火煸炒 把五花肉的油脂炒出来 多余的油脂不要倒掉 留着炒个青菜 拌个面都是很不错 再放葱姜八角桂皮 几个干辣椒 增心去香 十粒冰糖食用油 两勺生抽 半勺老抽 炒出糖色 红烧肉才能又红又亮 加入没过五花肉的开水 盖上盖子 小火炖五十分钟 炖好后再开大火收干汁水 撒上绿色的小葱花 即可开吃 软篮入味 喜欢你也收藏 做起来 必看 你见过不用一滴水 就能做出来的 白灼虾 这样做的白灼虾 肉质更嫩 色泽更加红润 锅中倒入鸡尾虾 放葱姜料酒 扣盖焖三分钟 碗中放姜末蒜末葱花 用热油炕香 加生抽 香醋搅拌均匀 这个料汁就调好了 过年了再加你也这么做 做法真的很简单 喜欢你就收藏 做起来吧 第六道 万万没想到 花生米加上大蒜 不用一滴油 出锅就是一道下韭菜 又脆又酥 真是太香了 做法还超级简单 花生米倒入开水中 烫十五分钟 不要烫得太久 微微起皱皮即可 放蒜片 八角桂皮 香叶干辣椒 一勺五香粉 搅拌均匀 然后空锅中多放点盐 用小火慢慢将盐炒热 再倒入花生米 继续开小火 慢慢翻炒 刚开始食盐会裹满花生米 不要着急 随着花生的水分减少 食盐会自动脱落 全程要炒十五分钟左右 炒到大蒜和盐明显变黄 并能闻到香味 关火再用锅里的余温 继续翻炒一分钟 然后把食盐筛掉 挑出香料 放凉后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蒜香花生 非常酥脆 比油炸的还要好吃 第七道 家里孩子想吃糖醋里脊 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做法简单 酸甜可口 真的很好吃 首先500克一斤的里脊肉 改刀切成小条 碗中放盐胡椒粉 葱姜水腌制15分钟入味 放两大勺生粉 一个母鸡蛋抓拌成糊状 六成油温下锅炸至四面金黄捞出 碗中加番茄酱白糖香醋 一勺清水 这个糖醋汁就调好了 锅留底油 把糖醋汁熬到浓稠起大泡 下入里脊肉 大火翻炒均匀 再撒上几粒芝麻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糖醋里脊 酸酸甜甜 赶紧给你家孩子安排上吧 第八道 暑假孩子放假在家 一定要给他多吃一点 好的我这个炒鸡的做法十分简单 好吃又下饭 油热下入剁好的鸡块 首先一定要将它炒香炒熟 炒出鸭油 这才是鸡肉好吃的关键 然后下姜片 食盐生抽 老抽蚝油 家里最大的火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扣盖焖6分钟 再来一点蒜子 大火收汁 最后倒入青红椒 然后翻拌 5678下出锅了 将炒好的鸡块装入盘中 如果你也想吃鸡了 就和我这样做一个吧 第九道 我告诉你啊 喜欢吃柠檬鸡脚 不会做的 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经典做法 香辣酸脆又爽口 一口一个超好吃 鸡脚去掉指甲盖 一分为三 然后凉水下锅 放入葱姜料酒 扣盖煮十做红烧肉 然后捞起热水洗干净 装入碗中 加入冰块 用冰水浸泡过的鸡脚 才是脆嫩好吃的关键 然后加柠檬 黄瓜 蒜末 姜片 小米椒 少许香菜叶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 泰式风味汁 最后抓拌均匀 装入盘中 即可开吃 你要想吃凉拌鸡脚了 就和我这样做一个吧 每次做一大盘 不够吃 第十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买到冬瓜 不要总是煲汤了 和我这样做一个 红烧冬瓜 香辣好吃又下饭 首先冬瓜去掉外皮 然后切成我这样的正方体 油热下锅 加一勺食盐 将冬瓜炒香 炒至八成熟 锅留底油 下肉末炒出香味 炒出油汁 再下蒜末小米辣和豆骨 再次煸炒出香味 然后下冬瓜调味 加生抽 老抽 蚝油 鸡精 开大火 将锅中食材炒匀炒香 加一勺清水 焖两分钟 最后撒上葱花 出锅了 这样做的红烧冬瓜 非常好吃又入味 香辣又过瘾 第十一道 如果你家里有六十岁的宝宝 经常不想吃饭 那你一定要学会这道糖醋茄子 做法简单 好吃又下 拌去皮的茄子 切成小方块 装碗备用 撒点我家的自来水 抓拌一下 加一勺玉米淀粉 再次抓拌成我这个熊样 六成油纹 下锅炸 捞起另几锅 蒜末炒香 加入调好味道的糖醋汁 它还可以做排骨 做鱼都非常好吃 炒出香味 炒至冒泡泡 下入茄子 开家里最大的火 翻拌五千六百七十八下 最后撒上芝麻和香葱 出锅了 这样做的糖醋茄子 把你买的猪肉给我 我都不换 第十二道 豆腐很多人都爱吃 这个做法一定要试试 比我还老得嫩豆腐 切成厚厚的薄片 五成油温 我下锅炸至金黄 捞起备用 另起锅 下肉末炒出香味 炒出油脂 再下姜蒜小米辣 少许老抽 炒出香味 炒至变色 然后下豆腐调味 加生抽 蚝油 食盐和胡椒粉 一碗自来水 煮两分钟 再来少许水淀粉 大火收汁 撒上葱花 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 香辣滑嫩又好吃 每顿都能吃上好几碗大米饭 第十三道 我告诉你啊 天热没胃口 一定要试一下白灼生菜 这道菜做法简单又美味 我们在家做这道菜 一定要加一勺食用盐去清洗 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脏东西 和残留农药 然后水中浸泡十分钟 浸泡过后 您就能看到水中飘满了脏东西和杂质 碗中放蒜末 切好的三丝 淋上热油 抢香 锅中烧水 加食用油和盐 酒店大厨给青菜焯水都少不了这一步 既能给青菜入底味 还能保持它的翠绿色泽 水开下菜心 倒入调好的料汁 学会以后在家做起来吧 比大鱼大肉都香哦 第十四道 很多人在家做土豆丝总是做不好 其实它的第一步就做错了 用我这个方法做呀 简单又好 吃大部分人用刀切一天 最后失败了 和我这样切 只要一分钟 切出来的土豆丝比我还漂亮 再洗掉多余 淀粉锅中烧水 加少许白醋 白醋能让焯水的土豆丝更爽脆好吃 然后下午花肉 煸炒出油汁 干辣椒 少许料酒和老抽 一勺豆瓣酱 然后继续煸炒 炒出红油 炒出食材的香味 然后下蛋调味 加生抽 蚝油 少许食盐 再将锅中食材炒匀炒熟 炒至入味 最后撒上葱花 再正经地翻两下 即可出锅了 如果你也喜欢 就在家做起来吧 第十五道 看似简单的水煮和包蛋 很多人一煮就散 不仅粘锅 还容易浑汤 今天分享的小妙招 一看就会 锅中水烧开 然后再关火 碗中加少许水 打入一个自己家的鸡蛋 贴近水面倒入锅中 这才是鸡蛋不散花的关键 扣盖焖两分钟定型 碗中加盐 鸡精生抽 芝麻油葱花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 涵盖量高的蛋 干生晒虾皮 每次只要一小勺 汤的鲜味瞬间就上去了 最后加半碗开水 搅拌均匀 两分钟后开小火 煮三分钟 这个做法做给宝宝当早 餐吃太合适了 第十六道 这是我外婆告诉我的 葱油鸡做法 她说从三岁吃到八十岁 都还没吃 比龙肉还好吃 一只不够吃 我准备了半只 鸡皮上磨点盐 铺上姜片 水开上锅 大火蒸二十分钟 放凉后给它剁 撑嘴巴大小的块 整齐的摆放盘里 葱油鸡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灵魂酱汁 沙姜红葱头 淋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两勺生抽搅拌均匀 淋在蒸好的鸡肉上 就可以开吃了 第十七道 每天不能全是大鱼大肉 做一道凉拌黄瓜 好吃又下饭 先把黄瓜拍随切块 水开下辅助木耳焯水 捞出放入碗中 加蒜末 小米辣 花生米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泰式酸辣汁 用它做各种凉拌菜 都非常好吃 用右手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越吃越想吃 学会了赶紧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 第十八道 如果您家孩子 不爱吃你做的菜 那你一定要学会 这道市值蒸排骨 空碗来一勺蒜蓉 重点是放一勺 这种蒸排骨 蒸鱼蒸凤爪 都很好吃的广东市 调料酱淋点滚油 可以激发出蒜香味 捞匀后 淋在洗好的排骨上 再放一勺生粉 抓匀腌制20分钟 面底摆上排骨 水开上锅蒸15分钟 这样做的排骨鲜嫩入味 太香了 第十九道 吃腊肉的时候又到了 今天我来教会大家 切成薄薄的厚片子 水开下入锅中 煮5分钟捞出 油热下腊肉煸炒出油 放姜蒜 豆吃老抽 干辣椒爆出香味 下辣椒88粒盐 蚝油快速地翻炒 下大蒜叶 再次用右手翻炒均匀 出锅一次叫你停不下来 停下来你就还想吃 学会这道菜 鱼肉好吃百倍 淮山切成滚刀块 蘑菇切成丁丁 青菜切开两半 水开下咕咕 淮山煮两分钟后 下入青菜 十秒钟之后 就捞出备用 油热放蒜爆出香味 下入烫软的蔬菜 八十八粒盐生抽 蚝油趁它不注意 用我的右手翻炒均匀 第二十道 家里吃不完的鸡血 千万不要丢掉了 拿过来我给你煮着吃 切成薄薄的厚片子 下入锅中焯水 煮四十八秒就捞出 油热放姜蒜 辣椒豆瓣酱 辣椒粉炒出香味 加料酒不要钱的水 下入猪血 生抽老抽盐 开最大的火给我烧五分钟 最后放点韭菜 大火收汁 第二十一道 今天为大家揭秘 饭店干锅黄骨鱼吃不腻的原因 像我一样老实的黄骨鱼 盖上花刀 伤口撒盐涂抹均匀 锅中油热 下锅煎煎至两面金黄 放姜蒜豆瓣酱 炒出红油 加入不要钱的水 生抽老抽 加盖煮五分钟 最后放入紫苏辣椒胡椒粉 趁它不注意的时候转两圈出锅 干锅底下放洋葱 一吃你就停不下来 不好吃你就过来打我 第二十二道 听说你家里最近没有下饭菜 今天我教你 鸡针切成薄薄的厚片子 加八十八粒盐料酒老抽生粉 趁它不注意 用我的右手抓拌均匀 锅中油热 下入姜蒜 辣椒蒜苔拼命地爆炒 下入鸡针生抽 芝麻油再一次用我的右手翻炒 翻炒再次翻炒 出锅了 不好吃过来打 第二十三道 过年了学会这道菜 客人保证都不想回家了 香芋切成薄薄的厚片子 整齐地摆入盘中 撒入一丢丢盐 五毛钱的排骨多块 放姜蒜豆豉 盐生抽老抽 好油料 酒壶椒粉 生粉 趁旁边没有人的时候 把它抓拌均匀 随便放不放点辣椒 食用油再次用右手抓拌均匀 铺到香芋上 蒸锅上汽 加盖蒸三十分钟 出锅了 一吃就停不下来 第二十四道 我告诉你啊 其实炸盒丸子真的很简单 学会了你的家人肯定都会夸你是大厨 莲藕放入肉馅 加胡萝卜 葱花姜末 盐胡椒粉 十三香少许生抽 两个鸡蛋 再倒入一包小酥肉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用手挤成丸子 六成油纹下锅炸 炸至金黄熟透即可 这样做的炸盒丸子外酥里嫩 一口一个 好吃到停不下来 第二十五道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那就试试这个麻辣豆腐 麻辣鲜香 不吃四个馒头 你来找我 锅中放盐 倒入豆腐 多煮一会儿更好的入味 然后捞出起锅烧油 放姜蒜片炒香 再放入花椒 麻椒辣椒炒香 好来上一勺豆瓣酱炒香味 炒出红油 加入清水 然后倒入豆腐 加盐和鸡精 淋入生抽 小火慢慢地多炖 会让豆腐吸饱汤汁 最后淋入水淀粉勾芡 怎么样 有馋到你吗 记得多蒸点米饭